講一下我在淘寶買了什麼,預備升級這部機 首先是兩條4GB RAM 然後這個就是安裝硬盤的架 這一套就是拆iMac的工具 而這兩個吸盤就是靈魂之中的靈魂 當然這個吸盤可以用另一些代替品 我見過有人用通廁所吸盤來吸盤iMac 一樣成功,但是我不會這樣做 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加WAM 它的底部有三顆螺絲 只要我們拆開就可以加GWAM上去 加了WAM之後,我們就拆開前面的玻璃 其實這塊玻璃是用幾粒磁石 是很容易拆出來的 其實輕輕力一拆就完成了 之後沿著邊有幾顆螺絲 我們鬆開它就可以拆個螺絲 所以就完成了 完成了 先到低下,這邊只要拆到整個螺絲 我們要小心拆完的綠面 就要拆掉螺絲 就可以把它拆掉了 完成了 在旁邊的地方 成功鬆開所有螺絲 我們要小心拆掉螺絲 好拆掉飛機 其餘那幾條線都很容易拆的,我就不多說了 好,成功掉了螢幕出來,我們就會看到HardDisk 大家看到我掉了螺絲嗎?當然啦,我不是專業的,我只是玩玩玩的 好,拆了螢幕後,我們就把新的HardDisk放在架上 會不會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放好位置,我们就放回线 最粗的主线,大家要小心一点 如果弄硬了头部便没有仇报 其余的线都没什么难度,但大家小心最粗的主线 小心点插就可以了 插好线放好位置,我们就上回螺丝 我们下期见 上好位置,我们就插电,试试可不可以装回 第一次开机,不知为何很慢,但总算成功 成功穿得回,我们就装回玻璃 那就完成任务了,部机又可以玩多几年 好,今天说的是这么多,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by bwd6